回到成都这个没有雨的冬天 每天都是大晴天 小猫们在这样的天气 就把花园的土地 当成自己游戏和睡觉的温床 可能是他们天性里 就贪恋真正的泥土气息吧 我们在过年大假的最后一天 深夜赶回了成都 一路上战战兢兢 生怕遇到大堵车 比险行中好得多 只比平常都开了四十分钟 小堵了一下 那天早上和表妹冲着茶言月色 去了宠庆外相城 这里真没多少人排队 我们点了两种奶茶 等了十五分钟 再在旁边的蛋糕店坐下来 买点蛋糕和面包 就这样吃了一个高热量的早餐 终于喝到这传说中很火 很好喝的奶茶 要问我到底有多不一般 我只能说品种和创意是新鲜的 材料和性价比也不错 口味嘛和别的奶茶比 并没有多特别 要说真正盛处的地方 我想应该是它的文化理念和服务吧 还有和喜茶一开始入室一样的 排队点单策略 这一天还蛮悠悠的下午两点 才去逛了位于叫场口附近的山城巷 虽然大家最后一天 人已经少了很多 但人流量还是比平常多了几倍 这座不大的山丘上 沿着悬崖网上布满了民居 是重庆现存不多的原生民居建筑聚集地 这里可以看到最有重庆特色的建筑风貌 有明朝初年的老城墙 清末时期修建的外国领事馆和教堂 也有抗战时期的吊脚楼 四合院 防空洞 现在为了满足游客参观 在老式的街巷里进住了各种小店 我和老公异常喜欢这里 一路沿着山路往上 每上到一个大平台 都会有不同的惊喜悦然而出 比如一大片开阔的爸爸茶馆 比如怀旧的时光图书馆 还有破败钟楼下的荒野音乐场 每个地方老公都说 要是拿着吉他在这里弹一曲多美啊 而我总是感叹 一定要等到人少的时候 再来慢慢细细地挂才舒服呢 有时候一个地方 人多时是一番景象 人隐寥寥的时候 更适合细品 寻觅和寻找共鸣 逛购了买两杯咖啡踏上返程 回到成都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 回到成都的第一顿宵夜 上我的嘴行 在路上鸡肠鹿鹿的我们 就想好了宵夜的地方 一定要买成都正宗宵夜 提花汤和塑胶面 这也太火了吧 哇塞 这 这是晚上十一点半吗 美副带我们去了全年24小时 无休的这家八宝海味 他说这是成都最地道的夜宵小馆了 开了几十年的店 居然没有大门 就是这里所有营业员 都要轮班职守 几十年来从没有关过门 就凭这点 也对得起大半夜这么好的生意了 年过完了 接下来就是人们开始心情工作的日子了 而小院的灿烂晴天 漫漫流年 又日复一日地开始了 红尘的一年又一年 就在这样的轮回里持续着 工作 上学 放假 玩耍 熙熙攘攘一阵子 又忙忙碌碌一阵子 院子里的流年 是冬日里的红茶普尔 在短暂的暖阳里撑开衣架 晒起衣服 守着冬眠的鱼儿 和小猫一起等待春天的花开 是夏日里的冰饮咖啡 在空调房里拨琴画画 盼望着秋凉后来一场畅快的雨声 重刷干渴的花园和屋顶 是啊 过完年了 春天也不会远了 不管是院子外的世界 还是院子里的人儿 希望我们一年又一年 没有虚度 回首看时 都能对溜过去的时光说一声 是很好的时光啊 我们没有遗憾 在等的突然落下的夜晚 都如梦 都如梦 我在等什么 是在等冬去春来 还是等一树花开 是否时光太快 在等一树花开 在等一树花开 我们下期待 你若干在焦 另一树花开